最后因为是征召嘛 你征召的决定就是党中央啦 一定是党中央负责嘛 所以我说一加一不要小于二啦 在上礼拜我们有公布一个针对蔡英文执政7周年 他7年前刚上任的时候的证件 最低的喔 兵务差距 所以这部分是有感的 低薪 然后青年思维都还维持在12% 7年前跟7年后他没有什么多大的改善 实质薪资有成长的几千块 可是问题已经被通膨吃掉了 所以实际上他也倒退 所以年轻人会觉得说我收入也没什么增加 居住正义是当初他们打的最严重的 结果这一个的满意度只有25% 7年前13岁的人明年是手头足喔 请问这些人他还欠你民进党吗 你认为说这些现在16岁17岁18岁 他知道说明年1月1号以后他要去当一年的兵 然后他都不会有任何的疑问吗 包括过去的缺疫苗啦缺快筛啦这些等等的 那这个又让大家想起传统的五缺 缺水缺电缺工缺人才 然后再加上最近发生的缺蛋 所以这些问题恐怕就是接下来 賴清德作为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又是党主席 他过去又都参与这些决策 他不可能说他都没有参与 柯文哲在20到39这边年轻选民 这样好了 这个民调其实他们也做了一些分析 比如说中立选民对侯友宜 跟柯文哲的支持度是差不多 大概是23% 换句话说只要中间选民左右一动 他就有可能影响到目前沙喀都的格局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年轻的那一部分 你刚才提到 柯文哲在20到39岁 他是占优势的 两个族群 然后再过来30到39 其实他也是优势 基本上40岁以下 柯文哲在沙喀都里面 他是第一 你要知道30到39岁是 所谓的太阳化世代 这是当初最挺民进党的 结果他们现在挺谁 他们现在挺柯文哲 侯市长过去他一路以来 他其实都在公务体系 老实讲我认为他应该过去 从事公职的过程 大概没有想到说会要选总统 所以我觉得他过去对于两岸也好 对于国际也好 他没有做任何发言也很正常 因为那不是他的业务 但是现在他已经是候选人 他就必须要提 那我这一点我认为他应该有准备 只是说他什么时候要讲 你做一个候选人的论述 这部分我相信他一定有准备 也一定会讲 你不可能说你代表国民党出来选 然后你没有两岸论述 民进党也是一样 民众党也一样 因为我们的宪法就是总统 就是处于两岸外交国防 这是他最重要的主题 的业务 对 工作 整个征召提名过程当中 因为您也是立委之一嘛 那他们有没有征询你 征询是有来 其实媒体也都有报啊 像我接到的是黄建廷 那我们在台面上就有人提出说 包括征询立委或县市首长 他怎么问也是一门学问 因为你自己搞民调你知道吗 他问说是挺侯挺郭 这是一种问 但是挺侯挺郭 如果他还保留说 我只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这又是另外一种问法 结果会不一样 他如果没有下面这个选项 只是说你挺侯还挺郭 他没有选项 没有选项 他怎么问的 因为这种问法 感觉上不是说好像一个民调题目 或什么 那怎么问 就问一下你的想法 看法主张 这样子的 你有明确表达支持对象吗 我一个前党主席 我要怎么样在这个议题上面 那你看到他们做字卡 传给所有的媒体 这段节目我们有讲 挺侯的20个 20还20几个 然后挺郭的10几个 然后我讲立委这边 然后下面说20几个维持总理 你会不会想说 我可能是下面这个 应该吧 我当每一个委员支持谁 这个我们都尊重了 那我是支持党内民主的人 最后因为是征召 你征召的决定就是党中央 一定是党中央负责 你可以收集很多的资料 去作为你的参考 重点是你做了决定以后 这个决定势必要负责的 还有就是这个决定以后 怎么样能够有效的 让党可以赢得 最后的选举 所以我说1加1不要小于2 你可以中央负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